- 新牌組的新卡 - 新牌組的新卡 - 新牌組是吧 - 新牌組是吧 - 今天呢我帶來一張我們頻道還沒有出現過的新卡喔 - 那就是這一張 - 恰雷姆EX - 恰雷姆EX - 我知道它的招式是氣功 - 指壓對吧 - 恰雷姆EX - 難不成我今天要面對的是鋪桑類型的牌組還是就是來按摩了 - 亂講 - 要不然你先說說你今天帶來什麼樣的牌組吧 - 那我今天帶來的牌組就是骨劍爆EX - 裡面有加入一些的新卡 - 然後整體的構築概念跟以前也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- 所以今天就來嘗試看看吧 - 骨劍爆EX是吧 - 我是相當期待喔 - 好啦保證不讓你失望 - 我們就馬上開始對戰 - GO - 求你要正面還是反面 - 你直的話當然是正面囉 - 欸今天是反面 - 那我先攻 - 怎麼可能你發揮四場 - 嘿嘿嘿 - 請多指教 - 請多指教 - 我的是迷力龍 - 我是骨劍爆EX - 那我先攻先抽牌 - 使用物品卡好友寶分 - 選擇的是馬莎娜還有馬莎娜 - 兩隻馬莎娜 - 等一下喔我還有要抓的 - 再使用一個巢穴球 - 選擇的是光輝喜翠大牛啦 - 將手上的蒙二姑下到備戰區 - 竟然沒怕我的月光手禮劍嗎 - 這時候先使用特性即可 - 抽六張 - 看一下有沒有支援者卡 - 好選擇不拿 - 好我這時候要選擇 - 手填雙重臥輪的亮給毛牙蟹 - 你這個場面的這個combo - 我好像明白了些什麼 - 好我的回合結束換你 - 好我的回合抽牌 - 那我先來個喜翠的承重球看一下好了 - 蛤 - 怎麼那麼多 - 那我選光輝假賀人蛙好了 - 哇有點 - 很精彩是不是 - 有點多朋友在裡面啊 - 好幫我切一下 - 那我幫你擺 - 沒問題 - 那你自己調整一下位置 - 好 - 那我把光輝假賀人蛙下到我的備戰區 - 然後接著呢使用巢穴球 - 那我要選擇的是兩己龍放在我的備戰區 - 然後緊接著呢使用這個特性戰力含氣 - 拿兩個基本水能力加入我的手上 - 好 - 好光輝假賀人蛙的特性隱藏牌 - 丟一個選單量 - 抽兩張 - 啊怎麼是你們兩個 - 來寶可補給戰 - 好 - 好使用 - 翻三張 - 一二三 - 欸不是我的老大指令 - 還有大比鳥EX - 再見 - 欸好 - 那先來個巢穴球 - 那我選擇的是波波 - 哇竟然是波波 - 要來因素搜索是不是 - 是 - 嗯 - 就說是新購組的吧 - 不錯不錯 - 請幫我切 - 然後我再下一隻古箭豹EX - 在我的備戰區好了 - 你會會只有我嗎 - 手填一個能量給古箭豹EX - 好 - 換妳 - 換我了 - 好抽牌 - 我要使用波士的研究 - 對到手牌抽七張 - 好喔 - 不錯不錯 - 好我先使用特性即刻好了 - 六張 - 一二三四五六 - 最原則沒有 - 哈哈 - 選擇是派怕 - 派怕 - 好朋友 - 我要壓掉你的競技場 - 輪到我的危險密鈴燈場啦 - 太危險了 - 這樣太危險了 - 好然後手填一個基本動能量給我的米粒龍 - 然後拔能撤退 - 換上來是這個有能量的毛牙屑 - 好 - 好這時候呢 - 我還有抽到這個趨近能量古代要給我的萌惡菇 - 這樣子特性劇毒粉塵就可以使用啦 - 來 - 將雙方戰鬥寶可夢中毒 - 中毒是吧 - 對準備好了 - 好 - 都中毒了 - 中毒 - 好我要使用招式 - 歇斯底里之簡 - 對造成170點的傷害 - 170吧 - 因為有雙重窩的能量 - 對沒錯 - 以後換你 - 好那就進入到中毒檢查階段了 - 那我們要各放幾個傷害指示物呢 - 我想像有光灰洗脆大牛 - 他的特性 - 巔峰毒性 - 以及危險密鈴 - 所以你要放五個 - 我要放五個 - 那你要放幾個 - 我要這個危險密鈴我也有 - 所以我要放三個 - 好先放三個是吧 - 好 - 蛤 - 怎麼這樣就220了 - 沒錯 - 關節 - 怎麼可能 - 它好玩喔 - 拿兩張這樣想砍 - 那我讓古劍爆EX到戰鬥場上 - 那我的回合 - 抽牌 - 唉唷 - 竟然是抽到這個喔 - 我要使用全新的S-Bank競技場撞尾硕木 - 喔 - 然後我要使用撞尾硕木的效果 - 雙方玩家在每個自己就回合就使用一次 - 可從自己的牌庫選擇一張 - 從自己的場上一支基礎寶可夢 - 進化而來的一階進化寶可夢卡 - 那我要選的是 - 梁己隆 - 放注意那支寶可夢上到完成進化 - 梁己隆的進化是誰呢 - 那就是洞己隆啦 - 還沒有結束喔 - 還有後面的 - 若進化了 - 則可繼續選擇一張二階進化寶可夢卡 - 完成進化 - 呵呵 - 要嗎還是不要啦 - 當然是要啊 - 吉起龍登場 - 太快了 - 沒錯 - 嘿嘿 - 然後呢我要繼續使用 - 再拿兩張水能量 - 二一好請幫我切 - 好兩張能量上手 - 緊接著呢隱藏牌 - 最後一個水能量 - 抽兩張 - 蛤 - 怎麼可能 - 又怎麼了 - 不可能吧 - 抽成這樣 - 那就生意糖果 - 進化大筆鳥EX - 太誇張了吧 - 可以這樣一直進化了嗎 - 只能說你切得好 - 哎呀 - 好我要使用 - 因素搜索 - 哎嘿 - 從牌庫裡面 - 選擇一張神秘的卡牌 - 那我要選擇的是這張 - 來囉 - 志願者 - 珠貝 - 等一下嘛 - 吉啊 - 我要選擇的是 - 梁己隆跟大帝 - 之容器 - 再來 - 繼續使用 - 大帝之容器 - 好 - 我要丟 - 基本雷能力 - 嘿嘿 - 拿出的是兩張 - 基本水能量 - 來 - 緊切 - 放手 - 好 - 然後再下一隻梁己隆到我的備戰區 - 緊接著呢 - 使用極低溫 - 填兩個水能量 - 給古劍爆EX - 然後 - 把它能撤退 - 來吧 - 光輝甲赫忍蛙 - 再使用一次極低溫 - 給他三個基本水能量 - 哇 - 你這個能量一次用得很兇喔 - 剛剛是不是就說了 - 你剛剛是不是忘記我的月光手禮劍啊 - 嗯 - 來 - 你想做什麼 - 好 光輝甲赫忍蛙 - 使用月光手禮劍 - 將這隻寶可夢身上附加兩個能量丟棄 - 對走了兩隻寶可夢 - 各受到90點傷害 - 瑪莎娜 - 就選擇他們了吧 - 嘿嘿 - 90 - 好 - 這樣90 - 兩隻就昏訣了 - 沒錯 - 那我拿兩張江山塔 - 太狠了 - 輪到你了 - 中毒 - 好 檢查階段 - 再給他一個傷害指數 - 好 輪到我了 - 抽牌 - 我要使用物品卡好友寶分 - 什麼啦 - 瑪娜菲要來了嗎 - 呵呵 - 好啦 - 給一下尊重啦 - 瑪娜菲 - 然後還有瑪莎娜 - 然後我收到你的尊重啦 - 呵呵 - 直接使用志願者派怕 - 選擇是緊急滑板還有頂尖捕捉器 - 蛤 - 頂尖捕捉器 - 沒錯 - 怎麼沒有這個東西 - 我也是要來繼續進攻了 - 請拿上手 - 感覺不太妙啊 - 好 我要再壓掉一次你的競技場 - 哇 我們是競技場大戰 - 沒錯 危險密林登場 - 然後使用頂尖捕捉器 - 來 請 - 雞龍嗎 - 沒有 古劍寶夜市 - 蛤 古劍寶夜市 - 蛤 古劍寶夜市 - 對 - 好好好好 - 好 那我派出的是米利龍 - 哇 你這個頂尖捕捉器有點厲害 - 這樣就沒有中毒了 - 沒錯 - 然後使用特性雞克 - 沒有支援者了吧 - 亂講 - 選擇是阿克羅馬的執著 - 可惡怎麼沒有畫仇淚服 - 好 - 看你還有什麼特別的招數 - 然後給他一個緊急滑板 - 然後手填一個雙重渦路能量 - 給這個瑪莎娜 - 那米利龍使用緊急滑板來撤退啦 - 哇 - 換上來的是這個毛牙蟹 - 毛牙蟹有點厲害 - 好這時候呢 - 再使用劇毒粉塵 - 來一起中毒 - 好 中毒中毒 - 對 - 好 使用歇斯底里之檢 - 對你造成170點傷害 - 好170 - 這樣子 - 好 換你了 - 換我 - 那就進入到檢查階段 - 對 一樣是一樣的combo - 光灰錫脆大牛啦 - 還有危險密鈴 - 是我要放五個 - 對 然後我放三個 - 那我的古箭包EX - 你用昏絕了 - 昏絕 - 只要兩張獎上卡 - 好 - 那我先讓大筆鳥EX - 到戰鬥場 - 換我抽牌 - 好 - 我要來個喜脆的承重球 - 我裡面還有一個好朋友 - 我記得他 - 霓虹魚V - 是蠻重要的 - 沒錯 - 現在就需要了 - 來 - 幫我切一下哈 - 霓虹魚V - 上手 - 來 - 請接著 - 霓虹魚V - 下到備戰區 - 使用特寫夜工高指 - 我要選擇一張支援者 - 那當然就是奇數啦 - 喔 - 你要現在用嗎 - 看一下我的手牌 - 嗯 - 好 我這個奇數先加我的手牌 - 等我一下哈 - 來 - 高級球 - 丟掉兩張卡牌 - 選擇一個 - 用不到的好了 - 那我選這個好了 - 比比你好 - 壓一下我的牌 - 來 請接 - 然後呢 - 鐵壁綁EX - 下到我的備戰區 - 支援者 - 奇數 - 好的 - 我就一張手牌了 - OK - 那就洗一洗 - 放回牌庫下方 - 我抽兩張 - 我抽四張 - 太狠了 - 四張 - 拿起來看一下 - 好像不錯耶 - 來 - 寶可摩幾戰 - 哎呀 - 使用寶可摩幾戰 - 一 - 二 - 三 - 不錯耶 - 但好像還行 - 來 - 先來一個厲害吊桿好了 - 我要洗一個古劍爆EX - 跟兩個水能量 - 放回我的牌庫裡面 - 然後再來呢 - 我要再繼續使用 - 那我要選擇的是這張 - 來 - 請幫我切 - 哼哼哼 - 來 - 超級能量回收 - 我要丟的是 - 好友寶分 - 跟高級球 - 跟高級球 - 從我的氣牌去呢 - 選擇 - 水 - 水 - 雷 - 水 - 嘿嘿 - 全部一次 - 加入我的手上 - 然後 - 大比鳥EX - 撤退 - 去吧 - 鐵壁綁EX - 緊接著呢 - 先 - 極低溫 - 先使用 - 極低溫 - 三張水能量 - 給鐵壁綁EX - 然後 - 再手鐵 - 雷能量 - 給鐵壁綁EX - 好 - 感激放大 - 好 - 太感恩了 - 講求婚訣了 - 120 點傷害 - 掰掰 - 再見 - 但他也算是MVP了 - 沒錯 - 他很棒了 - 辛苦你了 - 那我拿兩張講講卡 - 好 - 那我派出的是 - 米粒龍 - 我的回合 - 抽牌 - 我要先使用你的 - 包可不吉蛋 - 來 - 來 - 1 2 3 - 謝謝 - 謝謝未顧 - 我要使用厲害釣竿 - 選擇的是毛牙蟹 - 蛤 - 今天不是恰蕾姆EX的牌組嗎 - 把他洗回去排庫 - 看起來不像啊 - 該不會用他來對付我的鐵壁榜EX吧 - 他們都是打耍 - 都是MVP啊 - 來 - 關鍵的洗牌 - 使用特性即刻 - 想要什麼支援者 - 5 6 - 有點緊張 - 是哪位客人啊 - 很好 - 那是博士的研究 - 又是博士的研究 - 來幫我切一下 - 好 - 又是關鍵的切牌 - 沒錯 - 沒錯 - 我要使用支援者博士的研究 - 沒問題喔 - 七張 - 沒問題喔 - 三 四 五 六 七 - 沒問題喔 - 不可能不可能 - 沒有沒有沒有 - 有了 - 有了 - 有了嗎 - 來這個 - 再讓你看一次 - 我也選秘靈 - 太多了吧 - 這第幾張第三張喔 - 來放上來 - 太多了啦 - 然後使用高級球 - 來丟掉兩張手牌 - 有了 - 都在這裡吧 - 來 - 我要選擇是 - 直接進化上去啦 - 終於 - 怎麼會這樣 - 來 - 幫我切一下 - 好像 - 你不用切了 - 好 - 對 - 迷龍撤退 - 換上來的是我們 - 今天的主角 - 恰勒姆耶斯 - 主角 - 主角總是最後才登場 - 沒錯 - 我都快 - 禮物輪式了 - 然後呢 - 硬衣束帶也給他 - 竟然還有硬衣束帶啊 - 對 - 全部都使出來給你看看 - 好 - 那我要先使用我的 - 特性劇毒粉塵 - 好我也中毒 - 對 一起 - 沒錯 - 好啦 - 你要準備接受我的指壓了嗎 - 好 - 是氣功指壓吧 - 是 - 好我要使用氣功指壓 - 在對手的戰鬥寶可門射上 - 放置傷害指數 - 直到剩餘HP變為50為止 - 50為止 - 所以我要放180是吧 - 對 - 180 - 我會230HP嗎 - 嗯 - 這樣180 - 設50沒錯 - 好 OK - 我的回合結束了 - 好進到檢查階段 - 來看一下光輝錡 - 這位大流浪 - 還有危險密鈴 - 來一樣老樣子 - 真的太危險了 - 來 - 你要放五個傷害指數 - 欸你也要放 - 可以可以 - 你要放三個 - 我要放三個 - 好 - 來囉 - 這230的傷害 - 我就婚結了 - 拿走最後兩 - 再獎槍卡 - 恭喜大家 - 恭喜我獲勝了 - 只能說你這個毛牙蟹跟 - 恰蕾姆ES的搭配 - 感覺是不錯啊 - 看起來蠻好玩的 - 是不是我今天氣功指壓 - 力道也不錯吧 - 用剪刀氣功指壓 - 用它那個錢 - 好啦簡單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牌組吧 - 那我的牌組呢 - 其實主要寶可夢是恰蕾姆ES啦 - 不過因為它需要進化嘛 - 所以其實前期使用毛牙蟹 - 它這個combo其實還不錯 - 而且最高可以打到220點的傷害 - 其實真的合 - 這個傷害蠻不錯的 - 很不錯吧 - 而且它也是一張獎傷卡的寶可夢喔 - 那裡面的額外搭配的是 - 光輝喜吹大牛拉 - 還有我們的猛惡菇 - 那也就是中毒戰術啦 - 齁 - 你這樣子有這個猛惡菇 - 又有威脅密林 又有光輝喜吹大牛拉 - 這樣在檢查階段的時候等於可以 - 放5個傷害指數 - 沒錯 - 那就剛好呢 - 恰蕾姆ES它的氣功指壓呢 - 會讓對手它的HP剩下50 - 沒錯 - 那這樣子剛好把那個50補完了 - 不管你有多少HP - 都會被昏絕 - 沒錯 - 這就是我的一個特殊的combo啦 - 厲害厲害 - 那我今天帶來的這個牌組呢 - 就是加入了 - 撞尾縮木的骨劍爆EX - 最主要撞尾縮木的好處是 - 它可以幫助你很輕鬆的可以去進化出你的二階進化寶可夢 - 同時呢可以減輕生氣湯果的使用量 - 確實 - 再來遇到對手如果使用這個招式學系衰退的戰術的話 - 也比較好來應對 - 那為了這個combo可以順利成功使用呢 - 所以我也選擇投入了霓虹魚V - 來幫助我找出支援者阿克羅馬的執著喔 - 依這個阿克羅馬執著可以指定解鎖競技賞卡 - 其實有時候還是會派得上用場的 - 偷偷說我也有放啦 - 可是剛好沒有用到 - 我看你危險命令應該也放很多招好了 - 對 - 那不如我們就來看一下購主吧 - 今天購主在這邊 -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-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- 還要開啟小鈴鐺 - 采發做過接下來的相片通知 - 我幸福大明奇 - 下次見掰掰 - 掰掰 - 下次見 - 麥克倫 - 引開了 - 請問一下 - 燃烏 - 燃烏 - 蒼烏 - 燃烏 - 烏 - 燃烏 - 燃烏 - 燃烏